你别老说这事 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怎么讨厌了 高老师 哎 你没给我高老师 哎 你要这么说 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演演吗 学就学谁吧谁 这是你说的 来啊 那我学你 我学你 来 大家好 我是陈希 我是金飞 我是大傻子 我是不是特别欠揍 你们快砸我来吧 打死我吧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 我告诉你 咱俩自己学自己 谁也别伤害谁 来吧 来 开始 陈希 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不告诉你 肯定不多 你考多少分啊 我也不告诉你 你也比我强不上哪去 那也比你强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个大傻子 你是大傻子 你最傻 你超级傻 你超级无敌傻 你天下第一傻 你世界第一傻 你地球最傻 你宇宙最傻 你宇核系最傻 你太阳系最傻 你阿姆斯罗爆炸 罗群那么傻 你敢骂我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你爸 我告诉你 我爸练过气功 一掌能给桌子劈碎了 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爸是练武术的 他跟我说 他会行龙十八掌 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我告诉你 回头让我爸送你 让我爸送你 有本你放学你别走 不走就不走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去 我让我爸给你扔天下去 你吹吧你 你吹吧 有本你别走 就不走 有本别告老师 就不告老师 你说的不好老师 你告老师 你等着 等着就等着 等着 恨恨 老师 谁他爸要揍我 谁可坏 他老欺负我老师 朋友们看见了吧 他说不让告老师 他先告老师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着 先下手为强 你缺德 上书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谁啊 我一说咱们上学朋友们 都有这个感觉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 你问他 你复习了吗 我没有啊 他就是这种人 回家通门看书去 每次考完试 他不是准比我高 闹得我爸天天揍我 一考试我爸就揍我 怎么考的 考这么点 天天跟你们那大傻子 考的都比你多 你知道吗 怎么说话呢 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怎么老骂你呀 再说我告诉你啊 你甭说我复习 我根本没复习 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你要是没复习 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 你能比我多三十分 我的天哪 兄弟 我真没骗你 上回我也没复习 我爸也揍我来着 我考的也不好 我才考了三十七分 我怎么可能比你多三十 我的天哪 你才考了七分 你真不如傻子 你别给我说这 后来我自己努力啊 我学习成绩上去了 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 我考上中国北方区域学校 咱们哥们学相声了 别给我提相声 提相声更来气 怎么了 我都跟我大理这么多年 哪让你来气了 还带着我 你是带着我 刚到学校学相声 我就让体校 练体育的哥几个 给我欺负了 我该嘴欺 回去 我跟他说 你猜他说什么 没事 哥 我给你报仇去 正义不正义 带着我就笨体校了 刚到人学校门口 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怕什么了 他还跟人喊呢 走 站住 带着我就冲上去了 刚一冲上去 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我就问你 当时咱们都让给咱们围着 哥们害怕没害怕 确实没害怕 那当然了 当时他就带着我 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你别提 我跟你说 我都崩溃了 几个孩子 我跟你说 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 呱呱的鼓掌啊 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 你是不是带着我 撂进这演出去了吗你 废话那几个 我能打得过他们吗 再说我为谁呀 我不是为你吗 还为我 你让人欺负我 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 再者说 这么多年 我不是我说你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什么呀 当什么 你拿我当偶像你 别不要脸了你 我还拿你当偶像 你最多算个损友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跟你说 你要非得说损 全世界你最损 你最损 前两天跑步来结婚 你知道吗 我帮他张老忙前忙后的 怎么了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你最可惜是什么呀 婚礼主持完 典礼集数 蔡衣上 新郎带着新娘 跑了 一家子跑了 吃完饭 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 让我结账啊 四十多桌呀 各位见过随份子 随四十多桌的吗 你接回我请客是吗 不是 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废话你不送过去 我就报警了 你好你好 前两天我们家搬家 非得跟我这说 哥我给你搬家去 就这小体格 到我们家 采电冰箱洗衣机 大空调 赶起来就走 卖不卖力气 确实卖力气 确实诈 你到搬我们家去 你搬我们家去 全搬他们家去了 我不是后来 我那坏的 都给你石头石头 就给你送回去了吗 送回去 送回去了 一进去我都傻了 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 知道吗 还有 你是都送回来了 我问你 电视机呢 什么什么什么电视机 就是看这个节目 用的电视机呢 电视机 电视机不可以送回去了吗 什么送回去了 送回一个 我俩电视机 你给我送回一个你 我那个 我看看那个 你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 多可气 朋友们 你治愈的嘛 电视机你都拿一个 什么便宜你都贪呢 电视机多少钱 你想要哥给你买 这贪这便宜干嘛 你这个就 这个就不要脸 来呀 来 哎呀 我不要脸 行 我不要脸 大耳朵看着他 这是二十多年 一破电视机 他说我不要脸 行 你说这话 真的啊 这节目真的就 就大耳朵 寒心 你寒什么心呢 你 二十多年 一电视机 你说我不要脸 我寒心的 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 你心里没事吗 不是不是你这 这怎么要做血的事 前两天的住院的朋友 我听到他住院 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 我去看得起 我跟大夫 我跟护士 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 一定救救我哥 千万别让人活 千万别让人死了 千万别让人死了 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 你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大夫跟你说什么 大夫跟我说 你哥 你哥贫血呀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 你哥太贫了 我怎么那么贫呢 我 我说大夫没事 贫血没关系 抽我的血 抽多少都行 只要为我哥好 你先抽一把CC 哎呀 用不了那么多 我对你这么好 我连血都能给你 一个破电视 你说我不要脸 哎呀哎呀兄弟 那我误会你了 哎呀哎呀 哎呀 不至于 嘿 这这这这怎么 这这 我不要脸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别别别打呀 你这说说还急了 后来大夫说 我那血型跟你不对呀 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啊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 我摇世界给你找血 我腿都磨短了 哎呀呀呀呀 我原来一米八 我现在剩这样了 哎呀兄弟 我真不知道 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但是我哪知道 你当了这么多人 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哎哭错了 哎哭错了 行不行我知那血 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你错没错 错了 你损不损 我损 我跟你着血 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我未给你着血 我找了全国 多是个养鸡场啊 哎鸡血 我讲到今天 你死路了 겠지만 我 fala 我得罢了 你去吧 帮你走 你去吧 你去吧